受刺激了 我感觉他要黑化了 这下老板可以有的瘦了 给你领了 是吧 出交了 出交了 杨温要不要喝咖啡啊 你急着送个咖啡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拿出你的气势来 手机拿出 刘温总 这是员工补充协议修订版 请您公目一下 嗯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鱼也太嚣张了吧 虽然它没违法 但它已经在道德的边缘来回地试探了 你能忍 我这不是正在阻止他们越过道德的边境吗 可得加油啊 人家马上走过爱的禁区了 我说也是 这条鱼条件也不差 怎么就又可恨又可耻又可 天还挺好 夜总补妆啊 我不在耳术什么天气 只想提醒一下这位元特主 送文件 送咖啡 打扫房间 这种小伎俩太老套了 老套 那就老套 怎么了 怎么两个名字 我的天哪 天哪跟你说实话 你跟这条鱼的差距 真的不是一点点 怎么讲啊 你看看人家 名牌口红名牌包 名牌套装 我的包子就被逼 我怎么玩 我都不说你装容衣服了 俗话说美不美全靠腿 你看你的 小短腿 说得起跑线上了吧 腿短怎么了 腿短它跑得快啊 腿长有什么优势啊 除了好看有什么优势 你说 行 强壮也是优点之一嘛 你加油 反正状况已经这样子了 努力啊 明牌 说得好像谁买不起似的 您好欢迎光临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多少钱啊 这个是最新款五百五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喔 美女 谢谢 嗯 好看Top D 让他厉害 嗯 唐 她 你真是难为小言了 别让我说话 口红灰掉 人呢 老板跟叶总出去吃饭了 刚做几分钟 没关系 你现在都是二点零买的小圆圆了 这公司不行 咱回家嘛 家里才是煮茶 还家呢 家里口红早就掉没了 你让她一个人待会儿吧 害得我花了这么多钱 虽然跟别的女人出去吃饭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果然没错 怎么了 吃素了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拿点东西 那你去拿吧 这里是办公室 没想到 你居然为了我精心打扮自己啊 这么穿也挺好看的嘛 算你有品位 我呢 也只是试一试 没想到还挺合适的 那你要继续保持你对沈美的自信 对我也一样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哪一样 你看你平时穿得正正经经 一丝不苟 也是时候该换换风格了 我穿成这样上班 下属怎么看我啊 用眼睛看呗 最近辛苦你了 这段时间能跟你一起工作 不仅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最开心的是 每天都能待在你身边 你电话 靳晨 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到 我们依然很默契吗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温是你哥哥 温良叶 所以 这个公司的幕后投资人 是我哥 嗯 他现在给我打电话 就是在催我把最后的方案发给他 拿到方案之后 他会操控天一 再把全部的备案 应用到另外一个子公司上 而你们集团 在毫无备案的情况下 也只能任在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可以为你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不可能 从始至终 你一直都在我心里 哪怕我在国外的每一天 想的也都是 没有一个像样的成绩 骄傲地去你爷爷面前 告诉他 我能配上你 我现在可以放下我内心全部的骄傲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非常理解你 但是我做不到 在我心里 没有比月月更重要的人 我可以帮你啊 月安我都做好了 这几天 我们一起在公司家 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把你们自己拉向黑暗的深渊 我劝你们趁早收手 好好跟文氏合作 我可以既往不咎 为了他 可以什么都不要吗 是 还有 麻烦你转告我哥 让他好自为之 你不看一下我的方案吗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 你在干嘛一直不接我电话 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整理资料 我听说 吴女士 请问这位先生的餐具可以撤了吗 是 你现在呢 把最终定的方案 传到我邮箱里面 好 我马上给你传过去 还有 我想善意地提醒你一下 我们两个 是困在一根手上的蚂蚂 一容俱容 一損俱損 放心吧 我很清楚了 不会让你失望的 夫妻 王经理 你帮我准备一下 明天我会去一趟公司 好 哎呦 怎么了哟 没事 是不是他又惹你生气了 还是今天加班又不回来了 你说他也真是的 这天天加班 那还有没有个头啊 没事的 他只是出去工作了 工作 那和那样的女人一起工作 那这工作环境也太险恶了 不是 想个元姐 我以月变总裁丸的经验告诉你 撒娇女人最好名 那女孩子就是不能太懂事 得作啊 往死里作 那女人就是越作才能得到爱 女孩子不能太通情达理 要作 那当然了 哎 你听我一句劝 撒娇 任性 耍脾气 那你至少得学会一点 太懂事 那男人反而不是要珍惜 你看我们家小萌 就特别会参加 没错 我就是太懂事了我跟你说 哎哎哎哎 你去干嘛去 打电话 升更半夜孤单关女太危险了 嗯 我们家月月终于开始担心 我被别人拐跑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呢 可是我闻到家里有一股浓浓的醋味 我怕家里被醋淹了 就回来了 你说我吃醋 你是在说我吃醋吗 哎 你想多了吧 我这么有理智有分寸的人 怎么可能吃醋呢 你看 我这几天有没有打扰到你的工作呀 那都是没有 那可不是 所以我更害怕呀 怕你的不明则已 后来说回来 你准备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你怎么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要是真出什么意外 你是不是特别失望 总之你加油就行了 我相信你只要努力 你也可以 那万一 我要是真的失败了呢 万一 万一你要是真的失败了 那也没关系啊 失败是成功的 成功之母 那 你是失败者 你就是成功者他们的 怕怕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赢了 他们都变成我爸爸了呀 好像少 来 吃吧 谢谢 不喝 你喝吧 你喝吧 叶总 叶总好 叶总 里面股东们正在开会 您暂时不能进去 我认识股东啊 再说了 本来就归我管 让开 叶总 温总将您除名了 特意吩咐的您不准进去 这是要让我出局啊 什么 天一要推出合作 小月月 你老实说 你昨天是不是对那位 初恋情人做了什么呀 我能对他做什么呀 我这些天表现你们是有目共睹的 我连话都没跟他说 那天一这是要釜底抽薪啊 原来早就打好算盘了 规避了合同里面一切都违法条款 这是要白我们温室一刀 龙助理居然能分析到这一层面 那当然了 学费不是白拿的 班也不是白上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关乎于我们温室的前途 更关乎于我的无险一惊 我能不关心吗 今天穿成这样不太合适吧 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大牌的感觉 可是 穿成这样不太符合今天的场合吧 不是你让我晃晃风格吗 我错了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想那么多干嘛 走吧 去哪儿啊 工地吗 准备一下 马给我集合 好 完了完了 自暴自弃了 那边请 两位请这边就坐 坐 师父 相信自己 外表不重要 重要的是 加油 有你在我身边 就已经很好了 我怎么觉得 没我在你身边 你会更好呢 好了 看看这两个人心也太大了吧 什么时候了还在秀恩爱 你们有没有紧急变啊 总不能听天由命吧 没有啊 不是 你有什么计划你可以跟我说的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万一 这事要黄了 你说公司会不会裁员啊 裁员会不会裁到我 命力有时终须有 命力无时莫强求 有些事情 征扎也是没有用的 不是吗 文军 对 对 把文件给我 怎么 秀恩爱呢 快看 这怎么文件还派两个代表啊 不是啊 真的 真的 是 是 你跟他还说话 我还没怪你呢 上次难道不是你把他找回来 假扮你吓唬我的 那就 shakes 这首席 这是第一位吧 你好 我是靳晨的哥哥 我叫温良意 你很怕我吗 怕我吃了你啊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不需要看懂我 因为你拥有一切我没有的东西 当然你也不知道 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我不会恨你 我也不怪你 你也是无辜的 我只是想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趁爷爷还不知道 可以 我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不会后悔 当然我知道你想再争取一下 毕竟现在输赢是个未知 鹿死谁手 还不一定 正如大家刚刚所看到的 我们木牙企业在地产开发方面呢 主要侧重的是医疗 文化 商业等一些便民和利民的服务 所以呢 终上所述 我们木牙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 但是我们的合作方 是业界的翘楚 天狐集团 所以这次如果我们拿下开发权的话 定会精诚合作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谢谢 请 下面有请我们温氏集团的总经理 温静晨先生 为我们传述他们的关案 有请 大家尚往好啊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们温氏在昨天 经历了一个大事件 原本跟我们一起合作 参与此次开发的天一集团 在昨天 突然退出了这次机会 面对如此大的变故 我们温氏没有任何退 只能选择迎难而上 现在大家看到这里呢 是我们温氏在几个月当中 所谈下来的各大品牌资源 这些品牌当中呢 也包括了文化 教育 还有餐饮及建筑等等方面 不过这些品牌 也只是我们合作的一小部分 天一的退出 确实对我们温氏 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但是好在 温氏历年来积累的人脉和资源 并没有流失 所以我们才能将此次危机 凝刃而解 接下来这些呢 你们会看到图片里的这些建筑 也是我们温氏集团呢 在未来对建材方面的一些升级 还有安全性的方面 以及建筑经验 还有质量方面的保证 都有一些新的提升 总之 温氏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企业 一定会是此次 城关商业区开发案的 独二人群 我也相信 我们的诚意一定能够打动 在座的各位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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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商人 从叶芷芋回来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开始怀疑 他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我们上狗把了 老板 还好你留了一手 没有将底牌完全暴露出来 我答应过爷爷 一定会拿下这次开发权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所以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退步 行啊 一直以为你还是个孩子 但我现在觉得你长大了 其实我应该也感到欣慰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公司垮了 爷爷倒了 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秦辰 你有没有想过 你拿到开发权 你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当然 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既然成功了 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回去好好庆祝庆祝 别愁眉苦脸了 你说温良爷质败了 是的 叶总 没想到温锦臣洁然还留了一手 原来从始至终你都没有相信过我 既然你们两页也达不到目的了 那我就再帮你一把 这边就会犯了 子儿 没有 我觉得你们十分之一 这边要好好是啊 什么 那是啥 我的天啊 你也没想到 McLaren 你不是也是中午来的 我是因为高兴才过来喝酒的 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 挺好的 一看就是精心挑选 没错 我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今天这身衣服 袁思雅 上次的事跟你道不歉 我不该那么莽撞 我回家后想了想 你是温宪宸的哥哥 自己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抢自己弟弟的女人呢 不过你为什么要和温氏去抢吧 你不也是温家的人吗 温家 我那个爷爷要跟你一样相仿的话 我也就没必要跟温家对着看 我真是个傻子 想都能想到啊 你是温靳晨的哥哥 温氏的总裁 却是温靳晨 很正常 因为我是私生子 对不起啊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二十多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 我 你选择的看不出你哥其实对你还挺好的 是啊 他人确实挺好的 而且还很照顾我 只是他性格比较要强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已经出国了 说是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好让我爷爷对他刮目相看 那你爷爷为什么会对他有偏见呢 因为 因为他是我爸的私生子 我爸把他带回来的时候 我妈的心脏病加重了 我爷爷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丢人 所以不待见他 那你爸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 我要说他去云游四海了 你信吗 云游四海 我妈过世之后 我爸非常自责 他认为自己是温家的罪人 所以自愿放弃这一切离开 也算是赎罪吧 那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不过他每年的年底都会写信回来 这不我们订婚的时候 他还给我寄了花篮 对了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啊 等你回家你就知道了 这么神秘 有惊喜啊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要跟思雅是两情相悦 广og 李嘉赎 跟刺牙完全就不认识 您非要把我们拆散 然后推给金城 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人吗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可以让着金城 难道我现在要把爱情 跟感情要让出去吗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 我告诉你 我看中的人 我认定的事 你就是跟我说的再多 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您心里面 您有没有把我 当成您的亲孙子 你欠人家的 我要是不让你 那你就试试看 没有我的同意 他原家敢把女儿嫁给你 对不起啊 我连一份光明正大的爱情 都给不了 我真的挺没用 没关系啊 你已经尽力了 你 Vorcke 那几天啊 你 怎么还竟然还 怎么还不来电话呢 谁也能过 说好的今天把事情都说清楚 你可不要食言啊 说吧 对不起 我不可以再这么自私下去了 有人在提起 我再去想想办法 第一次相遇 我们都是为了逃离 有些默契 才像尝试爱情 有太多可以 就会感情中你 就会感情中最高达 怎么样 喜欢吗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吗 跟你相处的这些日子以来 总结出你喜欢吃西餐 当然 五万八的新餐 我是请不起的 而且在外面吃也不健康呀 所以我就让各一准备了这些 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瞒你 你一直都在骗我是吗 不会这么巧吧 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本来就是想今天跟你说清楚的 只是 没想到 你已经知道了 我错了 我不该骗你的 我确实没有看错你啊 袁四雅 你果然是一个天才少女 我的两个孙子呀 被你玩的是团团转 你为什么还要和温良叶联系啊 温良叶 这不是我 爷爷 那还是换脸不成啊 不是你 那是谁啊 这个是 他姓温 年纪比我大很多 长得也不算帅 可 在我心里任何人都比不上他 季晨 您只有拿到开发权 才能掌控你的人生不是吗 那么我也一样 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原来姐姐喜欢的男人是问良叶 是 他们这么拼命 只不过是想得到爷爷的认可 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我哥早就认识了 快点告诉我解释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跟温良叶一直藕断四连 他在玩弄你的感情 我要听他亲口告诉我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没法解释 难道你跟我哥 早就相爱了 景晨 你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跟我走 见到了 好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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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